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 猪仔 猪仔今天第四条片的推介 现在是晚上的10点8个节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的频道 好了 镜头前面这一只 就是一只金标仔 是一只SEIKO的旧装金标仔 这只标仔还要是 石英标 行电池 酒桶型的标盘 首先金标仔市场上 已经比较少了 再加上他用了酒桶形式的设计 亦都是猪仔今天的 最后一条押軸片推介 这只标就是 时间錦囊系列 如果想知道什么叫时间錦囊 就看回我之前的片 之前猪仔都有时间錦囊系列 时间錦囊系列的标 都挺多元化的 在我搬迁的时候 找出来 随陆续续在这个假期 随陆到農曆新年的假期 就拍片给大家看 那一只呢 就是金色的放射盛文标盘 如果喜欢金标仔的理由 你又不想错过 就是顺标推介呢 记得记得记得 记得 看到最后 然后去找住 因为只是一只 停产款 好了 一个单力 正装錶 一個日力槍 做了一個方形 一個酒桶形式的玻璃 其實不是方形 玻璃也是酒桶形的 有點像方大酒桶形的玻璃 做了一個金色的放射性紋標盤 再加上一個 酒桶形式的標殼 做得很漂亮 標觀位置放在三點位置 做了一格100米的防水 做了拉推罐 六點位置寫著Japan Movement 接著7N 試試拉近一點 看不看得到 7N32的機芯 寫得很小 玻璃很漂亮 玻璃凸起了 有車邊的玻璃的位置 就不是跟標殼看齊 你看到圍邊的位置 我試試拿個工具 比較難指的給大家看 我原來知不 好 等我一會 其實這個位置 你看到圓玻璃邊的位置 這個位置做了拉絲不鏽鋼 下面這個部分 也起了一級做了拋光的處理 錶腳位置同樣 這裡也做了拉絲花紋 這個位置也做了打直的拉絲花紋 少少是酒桶形式的標盤 它又不是長方形 少是酒桶形式的標盤 錶官位置就拉推罐 試試拿起了標官 有停秒功能 試試向上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的手感也不錯 挺緊緻的 再加上它做了黑道的字釘 也做了一個 這個 金屬的字釘 你看到這個字釘 挺凸起的 看到嗎 打斜看 好了 那裡有一個耳蓋 做了金屬不鏽鋼的耳蓋 還有一個鋼片帶 這個鋼片帶有些花紋 做了金色的標帶 1、2、3、4 4行的拉絲 鋼片帶有3行的炮鋼 3行幼身的炮鋼 錶購的位置做了摺碟式的保險錶購 要彈一下 我想要舊裝的手錶 應該會多些微調位 但它這款是只有1粒微調位 SEICO的logo放在扣的正中間 上面扣得凸凸的 按鍵打開做了光身薄橋 好了 先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底蓋 上面寫著 Water Reset 10個bar的防水 Stinger Steel 7N32的機芯 7N32的機芯 日本機芯 不是日本製作 而是日本機芯 做了拉斯花紋的底蓋 底蓋也是做了一個方形 這個錶做了走筒形式的 長方走筒形式的錶盤 好了 這個錶幾復古 再加上金色 非常之少見 好 這個石英錶 我相信很多錶迷 都是第一次看到這隻金錶仔的SEICO石英錶 它的時間標準五叉值 每月根據官網說它的機芯 就是徵負15秒 即是一天少於半秒鐘的五叉 另外電池方面 就用上載SR920SW的電池 大概三至四年左右 就需要更換電池一次 好了 提前試一下拉了那個標關 也試一下調整日力槍給大家看 試一下調整到六點多鐘 接著半格我們試一下調整日力槍 半格調日力槍就向上轉 一格一格調 都很好受感 好了 調整完之後按進去 一個拉推管 好了 試一下量度一下直徑和重量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 都應該輕身 因為狗裝錶都不會太重 薄上去是82.6g 另外那個 錶殼直徑方面 就去到這個 三十 三十一左右 三十三十一左右 脖子就會比較長身一點 因為是長型的 脖子就去到四十二 四十二的脖子 它的厚度 就是8.5mm的厚度 8.5mm的厚度 我發現玻璃 現在打側一點點 看玻璃 原來不是平的 有狐狐的型的玻璃 不是平的 有狐狐的型的玻璃 很帥 好了 那朱仔推介 多少錢呢 這隻 還有幾天 九百二十八塊 九百二十八塊 還要加個九字 長久二法 九百二十八塊 帶上了朱仔 14.8cm的手腕 如果你想選一些 停產款的 特別一點的 金錶仔 沒有這個酒桶型的 這隻 真是 真是 你市面也很難看到 很少很少 九百二十八塊 這隻金錶仔 的酒桶型 還要金面 如果喜歡這隻錶的 你可以WhatsApp給朱仔 打給朱仔 只有時間錶龍系列 只有一隻 沒有多的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謎 記得按個讚 朱仔 需要你們的支持 如果還沒訂我的頻道 記得按鈴鐺 訂閱 不要錯過朱仔 筍錶推介 還有幾天 就過我們的農曆新年 在這裡 預祝大家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年行好運 好嗎 新年帶新錶 朱仔的口號 新年帶新錶 你如果還沒有新錶 記得 快點找我 喜歡這條影片的 請按個讚 我們下集見 拜拜